美国擅自主张,自己主动退出了伊朗核武协议。 就从这里开始,就对伊朗进行十分严厉的打击,尽管伊朗是中东地区的综合实力很强盛的国家,拥有着上岸的不同种类的导弹,不过要是想和美国进行战争,可能胜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。 在过去又因为偷偷研制核武器,他们被国际社会打击了很久,经济实力还有军事实力实在也不如以前了。 据相关媒体报道,现在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形,还是十分严峻的,美国不仅开始了新的一场制裁,而且还对伊朗周围的军事基地加紧做好战斗准备。 最开始就是使用了600架战斗机的攻击路线,并随定了伊朗国内的60个军事目标,要知道,伊朗的防空能力,是它最衰落的地方,也就是说只要两个国家,开始进行了战争,老美可能会对伊朗的空中进行严厉的进攻, 又在伊朗附近的海域,上面布置了大量的战舰,伊朗仅仅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反抗的,有很多的专家就认为,这样的情况下,伊朗要是想将胜算提升上来,唯一的办法就是俄国了。 伊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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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